翻面 今年想要祈求財運亨通 尤其在元宵節這一天 來到廟裡祈求姻緣 求財運都是最佳時機 正月十五迎接2024 第一個月圓夜 元宵節也是天關誕辰 習俗中被視為最佳祈福日 這天拜天關或財神 可以望整年 應該是因為今天是十五 所以其實什麼都可以拜 只要是初一十五 都可以來拜拜 天關赤福嘛 就是今天 今天主要就是來祝壽 然後也參拜一下這樣子 台北沙海城隍廟 一早香火鼎盛 元宵節補財庫 往年頭運到廟裡拜拜 最佳時間在上午11點 或是在家裡 也有補財庫小配布 我們可以準備一個紅包 裡面放著168268 888等吉祥數字的金額 這個紅包呢 放在貢桌上面 然後拜拜之後 這個錢呢 就是所謂的錢母 凱運之外 也要注意小心觸犯禁忌 小莫老師臉書 公佈不少禁忌 像是不能借錢 會把好運借光 不可以爭吵 減法 洗法 殺身 或搬家 都會觸犯神明 或減去財氣 穿黑白色衣服 家中太暗 也都不吉利 還有吃湯圓 千萬別敲碗 小心會沒有錢 還會招來厄運 元宵節當天 如果丟失財物 那代表意味著 沒有能力把這個 錢財照顧好 那也會引來一年的財運不順 民俗禁忌僅供參考 但只要是能趨吉避凶的方法 總會有人想試一試 三立新聞 林文宇 科普宣